Hello 大家好 我是Peggy 那么今天呢 我其实做么呢 我的乌龟生病了 你看到乌龟在这边 嘿 我乌龟 我乌龟生病了 所以我今天呢 要带大家去看兽医 他到底是什么原因生病呢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解一下他到底为什么是生病 这就是我可怜的小龟龟啦 他今天是什么事情呢 他其实给我养了蛮久的 他的问题就是因为 他大便呢 你可以看到他这个洞 这个洞口是开着的 这个洞口开着是不正确的 因为他里面呢 结实的 就是那个 他没有办法排酸 他没有办法排酸到一种程度的时候 他里面这里里面的洞口里面 就是有石头 所以我们现在要想办法呢 把他挖出来 因为他你看他很痛苦了 他已经安在洛洛 已经跟我讲他很痛苦很不舒服 因为我们有帮他泡澡 可是泡澡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 而且把他泡到连皮都破皮了 所以很可怜 我们现在要想办法的就是要把这个东西给弄出来 因为他现在很痛苦 所以我们决定的就是把它送去给兽医 因为毕竟我们昨天有尝试过 要帮他去除掉那个硬块的时候 完全是拿不出来 他有一点点太过神 所以我们今天决定就把它送去兽医 比较好 安全一点 好啦 我现在已经到兽医的店门口 所以我现在要带他去看兽医一下 所以我今天为了很多乌龟的专家 就向我来这一间兽医店给他看一下 所以我就要来一间兽医店 兽医店 一进到兽医店的时候 就赶紧的跟那个医生说 关于我的乌龟的状况如何严重化 医生帮他照X-ray 也发现到他的内部呢 有很大块的硬块在那边 因此要做手术 因为刚才那个宠物医生呢 就讲说不可以拍摄 可是我拍到的就是 我刚才讲关于我的乌龟一件事情 那么还有他也帮我的乌龟照了X-ray 可以看得到呢 我那只乌龟有这样大子嘛 他的那个石头大概有这么大块 也就是大概有50C左右的这么大 因此他没有办法在自己的屁股洞那边 排那个排酸出来 所以就变成了硬块在那边 就是很硬的东西 医生呢就帮他照X-ray 等下会帮他把那个 那个磁块给拿出来这样子 所以我就把我的乌龟留在那一边 希望他可以很好啦 嗯可以健康的出来这样子 要不然我看到他我也很伤心 毕竟他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 所以希望医生会成功的 把他这个乌龟给拿出来 刚刚刚医生带来说那个乌龟手术好了 所以现在又来到那个虫无医院 所以等我的医院出来 然后可以拿走我的乌龟 哦这样够力啊 蛮多 OK这些呢就是那个乌龟的银块啦 你可以看到乌龟的银块非常的多 那么医生呢都把那些乌龟的银块给展示 给我看这只乌龟的长体内呢 到底是有多少的石块 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 我找到一个很好的医生 可以帮我把乌龟的银块给全部去除出来 看到的时候我都觉得 哇好彩我送对了一个很好的医生 然后我们帮他做手术 已经开掉好了 原来有兔子 验验 验验 手术出来过后 他都非常的弱的现象耶 已经从那个菜衣 douzeνο 所以我都没有拍摄 身旁边这个 我的 Beispiel Storeberry 它已经开到了 可以看到它的结石 是很严重的 我这里拿了两颗做纪念 这两颗其实只是一个 sample 这就是乌龟没有办法排酸的时候 这个就是酸结石 在它的肚子里面 是差不多有3cm到5cm 就是 3x5cm 所以是蛮大颗的 所以完全没有办法自己弄出来 所以我们就把它送进去医院 那么医生呢就 下药啦就是 把它迷昏了 就让它昏迷了过后呢 再帮它开刀 就是帮它挖出来 它目前是很ok的 它目前是很ok的啦 所以我们还必须要为它吃药 这个它的药 就是要给它吃药 然后为它吃看它 好不ok 所以这一次的分享呢 就到此啦 其实你们一定很想知道 它的价钱贵不贵 其实还挺价格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价格是多少钱 这个848块 848块贵嘛 其实是挺高价的 可是一条生命是无价的 可是当你如果很爱一个宠物的话 这价钱完全是超 就是不是值得啦 就是觉得说 它的生命其实更重要 生命是无价的 所以当你爱上一个宠物 当你养宠物的时候 尽量就是不要抛弃它 就算它生病的话 你要去养它这样子 so strawberry呢 现在就 还好啦 ok大家看一下 strawberry journée 完蛋arı 老并哩 已经起来了 因为它刚才被昏迷了 �came 它昏迷的 下面这个屁股洞 是被 开傍了 所以它现在 看仔 CaesarKen 你 可爱喔 助理完 So strawberry 健健康康 那么下次 再跟大家分享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 按 Share 那么下次呢 还有更多影片再跟大家分享哦 掰 那我们再录录 可以啊 可爱哦 好了 Storeberry 加油